哈囉大家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那今天呢 我要教大家該如何挑選 PICK 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 那今天呢 我要教大家該如何挑選適合自己的 PICK 那 PICK 呢 首先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形狀 再來是厚度 還有是材質 那這些因素呢 都會影響我們的音色還有手感 所以今天呢 我們同時也會來看一些很特別的 PICK 好 那首先第一顆我覺得最適合大家入門的 PICK 是這一顆 那為什麼說 PICK 有分入門跟進階呢 因為呢 有時候你的 PICK 會看到那種很小顆的 那其實我覺得他對於新手沒有特別友善 在練一些東西的時候會不太好練 所以首先呢 我們先看這個來自於 Fender 的標準型的 PICK 那這個同一個形狀呢 有分四種厚度 第一個就是最薄的叫做 THIN 然後再來是 MEDIUM 然後再來是更厚一點的就是 HEAVY 然後再來是最後的 1.5mm CHUG 那我先從 MEDIUM 開始比較這四個不同厚度的聲音吧 那在這邊呢 有兩個非常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在於說 比較薄的聲音 我覺得他的中高頻聲音比較多一點點 聲音聽起來比較清脆一點點 最後的呢 則是中頻很多很多 聲音聽起來很圓潤的感覺 所以呢 我會覺得說薄的比較適合來做刷和弦像這樣子 而且呢 他在刷和弦的時候非常的沒有阻力 然後聲音就是很清脆很順手的感覺 那這個 HEAVY 呢 就是比較像是你在彈 SOLO 的時候 如果你很快的需要來做 PICKING 的時候呢 他會有比較多的這種肩挺的感覺 所以你的 PICKING 就不會在你的弦上面這樣子卡卡的 那如果想要介於這兩者之間呢 那當然就是選用 MEDIUM 那我覺得他彈 SOLO 或刷和弦都非常的適合 那如果說呢 你想要那種很大顆的顆粒感的話 你就可以試試看 使用最後的這個 CHUG 那他的聲音會像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除了 INSERT 之外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就是手感 使用這種比較厚的 PICK 的時候呢 就能讓你的力道完全傳到你的弦上面的感覺 那我覺得除了 INSERT 之外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就是手感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來自於 Ibanez 我覺得蠻具代表性的五個Pick 好那首先是我以前很長一段時間都在使用的這種 Ibanez 比較稍微小偏一點的中型的Pick 那這個是Paul Gilbert的簽名款 那我覺得勤在練一段時間之後呢 你可以稍微使用比較小偏一點的Pick 那這樣的形狀呢可以讓你彈奏的速度稍微快一點點 那通常這種Pick會著重在於彈Solo上面 所以它厚度不會太薄 然後在這個尖段的部分呢 你會發現它的形狀比較堅硬一點點 那這樣也會讓你的顆粒感再往上再提升一點點 那我覺得像這種短的Pick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讓你的泛音 人工泛音在彈的時候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好那接下來類似的Pick呢 Ibanez也有出這種 但是它是磨砂的版本 有點像砂紙的材質 所以如果你彈奏的時候Pick會旋轉 這個呢就可以有效的來防止你的Pick來做大滑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要看的是這一顆來自於Ibanez跟JTC的Pick 那這個Pick非常特別 它除了後之外呢 它還有一些有鈴有角的形狀 那這個呢你會發現它的尖段非常堅囔 那通常這個是拿來彈Solo所使用的 好那我先比較一下這兩顆的聲音吧 首先是標準款的聲音 那我覺得呢因為這個Pick的尖段很堅囔的關係 所以顆粒感有再提升的感覺 但同時呢因為它這個Pick的旁邊有圓弧的倒角 所以呢它在高頻的刮弦聲不會那麼嚴重 那接下來呢我們同時來看一下我覺得這兩片超級超級酷的Pick 右邊這個Pick是圓形的 它的聲音會超級的圓潤的感覺 然後左邊這一片呢則是使用叫做Elast Tamer 的橡皮來做的Pick 那因為這兩片的面積很大呢所以它也廣受Bass的時候的喜愛 那像我自己呢我在彈Bass的時候 如果我的輪子不穩的時候我可以稍微作弊一下 用這種橡皮做的Pick 它的聲音就會非常的接近我們手指頭的聲音喔 比如說我們再回頭比較一下Thin跟這個橡皮的感覺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看看來自於ESP所出的Altem材質的Pick 那這個Altem呢是一種專利的材質那聲音會非常的清脆 所以呢如果在厚度跟形狀不變之下呢會有更高的顆粒感 比如說這個0.06的聲音跟我們的Medium來做相比 像這個呢我覺得它的中頻稍微少一點點 然後顆粒感比較清晰一點點 好那比如說像是剛剛的Paul Gilbert這一片 然後跟ESP的Altem E102M來做比較一下 那像這顆呢稍微厚一點點但是又是Altem的 它聲音的中頻跟高頻都會比較多一點點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的是兩個來自於Earnable Prodigy的Pick 那這個Pick呢我第一次在遊戲上看到的時候覺得非常的酷 那這個呢它一樣是非常有靈有膠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2.0mm的 然後呢它是非常小顆的設計 那另外一個大片呢它也是一樣是2.0mm 然後它有一個非常非常尖的腳 所以它有非常強的顆粒感 那我今天一直在強調這個顆粒感呢 我們在搭配破音的時候會非常的明顯 我們的顆粒感如果不夠的話 破音就會聽起來比較糊糊的感覺 那如果顆粒感比較強 那我們這個聲音呢就會聽起來比較緊一點點 那這個小片呢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剛剛這個JTC的這個小片的 這個摸起來呢它其實比較遠一點點 那這個真的是超級超級利的 有沒有像這個的話聲音就是比較利一點點 好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非常尖的設計 我們聽聽看到嗎 WOW 這個很明顯的我們的低頻聲音聽起來更緊了 好那以上呢就是該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的Pick 那其實呢不同的曲風 不同的音色 不同的Solo 或是和弦的彈法 都會有最適合他們所使用的Pick 那除了音色之外呢 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很在意的是手感 如果今天呢有時候Pick彈一彈 我就覺得說很卡的時候 你換了一個Pick 也許它會變得非常的順 每一片Pick呢它的反饋感都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個小小的投資 像是我自己在錄音的時候呢 我就會搭配我自己不同的要錄的內容 來選擇不一樣的Pick 比如說呢如果今天想要彈一些很噴的 高頻很穿的一些破音的時候 我就會挑選一些 顆粒感很重的Pick 那如果說呢我今天要彈Solo 但是我不想要聽起來那麼刺耳的時候 我也希望使用一些聲音比較圓潤的Pick 那如果是呢我在彈Funk 我想要那種很清脆的聲音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比較薄一點點的Pic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請記得幫我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歡迎收看小朋友留言或是私訊粉專 感謝大家收看我是Ryan 那我們就到這位囉 掰掰